北宋为什么无法有效实行禁食狗令,这里告诉你原因。 狗肉因为很香脆,所以备受人们喜爱,所以在很多地区流行起来尤其是东南亚,但是由于吃狗比较残忍,所以在一些地区早受禁止,比如香港不可屠杀狗,德国在1986年也因为安全的原因禁止食用狗肉, 而在中国由于国家不禁止,也不提倡对食用狗肉态度不明朗,所以在很多地区都普遍食用狗肉狗是人类的朋友。 食用狗肉确实有点残忍,在古代中国的宋代就推行过禁食狗令但是因为很多原因无法有效实施食用狗肉, 在很久以前,德中国就出现了到了秦汉时期更加盛行狗肉从贵族扩展到平民百姓家,因为狗肉的品味要高于猪肉狗肉成,为中原汉人最常见的食谱之一, 后来在隋唐时期,受到佛教不时用狗肉的影响,人民逐渐减少吃狗肉,就是在佛教影响, 恰在宋朝宋威宗时期甚至出现了禁食狗令的政策, 但是宋威宗受到一位官员的建议,下了一道诏书禁止天下人杀狗食狗,禁食狗令, 一下引起一片哗然,因为这道诏书,不仅让人们的口不知欲无法满足, 而且还会让很多以图狗为生的人世界更侵犯了经营狗肉门店的利益。